因為借貸成本大幅上升 意大利表示將會在2013年年底前平衡預算 這項計劃比意大利最初的計劃提早了一年 意大利總理貝魯斯科尼星期五晚 在一個匆忙舉行的記者會上作出承諾 他說政府還將尋求通過憲法修正案 這項修正案要求政府平衡年度預算 貝魯斯科尼在周末發表這項聲明 這個星期意大利債券的利率飆升加劇了投資者 擔心意大利可能被迫加入希臘、愛爾蘭和波蘭的行列 即是需要獲得國際援助去解決債務困境 貝魯斯科尼發表聲明之前 歐洲股市已經結束了今星期的交易 但美國股市在聽到貝魯斯科尼的承諾之後轉跌為升 這名意大利領袖說 世界各主要經濟體的財長將會在幾天內舉行會議 討論全球經濟 以及經濟可能陷入的另一次衰退憂慮 同時美國總統奧巴馬星期五 和法國總統薩科齊和德國總理默克爾 分別就歐元區危機的最新進展進行電話會議 奧巴馬總統稱讚他們在解決歐洲經濟面臨的挑戰當中 堅持不懈的領導作用